10月14日在深圳市举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提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深圳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 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刚成立便发文评论的 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宏 对于今天深圳的改革开放实践成功顺有体会 当李浩书记去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 整个深圳发展方式来转变了 是以科技为主 所以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依存这个方向来的 经济已经是出口渡向和科技为主 深圳科技创新发展远远不是香港所可以追及的 陈文宏相信香港还是存在很多优势 但随着深圳崛起 香港一些人却出现一种逆反心理 加上去年社会风波迭起 激进示威者们叫嚣着要与内地隔绝 陈文宏对此颇为感慨 在这几十年的发展深圳越来越发展得大的时候 以为深圳发展占了香港的纲 而且有一些妒忌的心理 香港优势最主要是国际化的情况 深圳的面向国际化 也跟香港差不多 只不过香港在这方面的发展的积累比较深 然后在金融方面 两个都有不同的分工 其实香港有很多机会的 大湾可以其中一国 陈文宏相信 未来香港如能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 深港两个城市都能各自谋求发展 优势互补 了解主要的